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AR课堂 有着这样想法的我们,常常都会郁郁寡欢,闷闷不乐 这个时候呢,小A老师我就要登场了 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生活是不可预知的,那你又怎么能说不可能呢? 所以别抱怨了,生活的确是充满了未知呢 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行 那既然如此的充满未知,那你又怎么能说一定办不到呢? 还不赶紧打起精神,下一秒能够成就世界的没准就是你哦 赶紧跟我再来读一遍吧 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吧 充满力量的我们,赶紧要求知啦 在上节课当中呢,小A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去研究了一道听力题 然后呢,通过这一道听力题 小A老师额外的给大家拎了一个知识点 叫做有关于陈述式现在完成时 以及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在使用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是否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呢? 那赶紧跟着我一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说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以及陈述式现在完成时之所以有那么一点像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表达的动作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 已经发生了的动作 那在上节课的最后呢 小A老师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帮助大家点题的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没错,他们的确都是可以表示一个完成的动作 但是区别是在于那个完成的时间 如果我们是用陈述式现在完成时的话 那证明那一个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 大家有印象吗? 而如果我们使用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那就是表明这一个动作对于我现在说话当下来讲 是一个彻底结束的时间 相信这一句话应该还言由在耳,对不对? 那今天呢 小A老师就像我之前答应大家的一样 我说什么 嗯,我会给大家把这两种时态 经常搭配的几个时间短语来给大家练一练,对不对? 那这不我就说到做到了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一定要做这样的人哦 哎哎哎,好了,扯远了 以小见大嘛,说习惯了 那我们赶紧一起来看一下小A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张表格吧 那在第一栏当中呢 大家所见到的呢都是一些常见的指示词 那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一栏 也就是用来搭配陈述式现在完成式的 究竟是谁呢? 没错,他们就是 分别解释为这个或者这些 同时需要注意一下阴阳性单复数的变化即可 那右边的人又是谁呢? 他们叫做 没错了,就是这样两组形式 这两组形式呢都可以翻译为那 那当然了,我们说真的在指示啊 比如说我们指一些名词的时候 我们有分什么离我们近的那一组那 以及离两个人都远的那一组那 大家有印象吗? 那当然在我们口语表达 我们在用到实态当中去的时候呢 大家不用太过在意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表达什么20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用最远的那一组那 但是你说如果我用了那个ese错吗? 当然也不能算错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知道左右两列的区别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说这个este esta estos estas 通常呢直接加上时间单位 我们能够说到这怎么怎么样 那证明这一段时间肯定是还没有彻底结束的 大家都能理解吗? 比如说这一周esta semana 今年este año 说这种话的时候 肯定我还是处于同一个时间段的 所以我们就使用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而右边的这个那这一些 既然说到那 那证明对于我现在来说 已经是个彻底结束的时间了 那我们就通常连接陈述式的简单过去式 好那接着再来往下看第二列啊 那第二列呢 安大写了一个词叫做basado basada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在左边的陈述式现在完成时呢 在这一组当中就空白 因为呀我们没有什么形容词去搭配时间短语 就可以翻译这样的意思的 所以在这里呢先给他留个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那个词 大家认识一下 basado basada呢是形容词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由定贯词 然后加上时间单位 再加上这一个形容词就可以指明一个过去的时间了 比如我们要说去年 那直接叫el año basado 通常我们也是直接连接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各种时间单位都可以哦 什么春夏秋冬啊 什么日月年啦 都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接着呢 那我们要看到第三列 这个第三组呢 出现的词都有一个共同的人叫做afe 大家见到了没有 但是区别在于哪里呢 左边如果我们要搭配陈述式现在完成时 那我们的afe就要搭配一个较为短的一段时间 afe呢都要搭配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要连接陈述式现在完成时 那必须是一段比较短的时间 比如说什么 比如一小会儿 ace un rato 我们可以造这个句子 比如说刚刚有人打过电话给你 这种情况呢 我们会搭配陈述式的现在完成时 但ace如果加上的是一段较为长的时间 比如ace single annals 什么五年前这种情况呢 我们通常都会搭配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安大这种较长较短的概念 我有点分不太清 没关系 其实在这一个问题当中呢 很多时候是跟我们中文的逻辑很像的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说刚不久 前不久 这种比较短的时间 什么几天前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会习惯离现在很近 对不对 这种陈述式现在完成时 什么五年前六年前 什么七个月以前 这种较久的时间 我们就会搭配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当然把话说回来 安大呢 现在是给大家一些规则 但是呢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例外 当然这些例外是属于少之又少了 学习呢 是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大家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呢 会逐步积累到那些特例 你自然就会养成你自己的句式了 现在就先听我讲 你们理解就好了 加油 还剩下最后一组啊 那最后一组呢 在我们陈述式现在完成时 使用的时候啊 这一类词可谓是非常之常用 为什么呢 用来谈论人生的个人经历的时候 那是太常用了 解释为algun algunna algunos algunas 有印象吗 解释为某个 对不对 然后后面可以加上什么 某次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best 这个词经常搭配的 对不对 你是否有曾经怎么怎么过呢 在这种谈论人生经历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个形容词 然后一定会搭配 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而对应的回答就来了 比如说啊 小老师举个例子 人家问 哎 你长那么大 有没有吃过蛇肉啊 这种句子 那我们会说你有没有吃过某一次 那我们就会说 as comido alguna vez as comido alguna vez 那这些时候 他提问的时候 是用陈述式 现在完成时 对不对 因为是某一次 但是呢 如果我要说 哎 是的 我吃过 我是在1990年的时候吃的 那1990年 是不是一个彻底过去的时间啊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是一个彻底过去的时间 那我们就要使用 简单过去时 那我们会说 5千円1990年 明白 所以并不是代表 他提问的时候 用现在完成时 你回答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现在完成时 不是这样哦 只有当你回答的时候 你说 是的 我已经吃过了 再说你的经历 而没有谈论到具体 那个过去的时间点 你可以直接说 si ya e 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你使用陈述时 现在完成时 但当你非常诚恳的 又很认真的 掏心掏肺的 告诉他具体究竟 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有一个彻底过去的时间了 那一定要使用 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哦 说到这里 这张列表 有没有帮到你呢 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搭配使用 你是否已经清晰了呢 赶紧去小练习当中 找找感觉吧 说不定做完以后 你连这张表格 都不需要再看了呢 加油哦 让我们一起来 做个小练习吧 好了 那先完成了一下 自己的做的练习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原来书本上 也有这种运用的情况 看看真的 外国人在交流和使用的时候 究竟是如何来搭配 这两种时代的吧 小艾老师在这里 就为大家准备到了 这一道听力题 我们现在的级别呢 逐步上升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 听说读写 全方位提高 所以听力题 也是多多益善的啦 准备好了吗 赶紧跟小艾老师一起来听一下哦 因为这道听力当中 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经掌握的内容 所以没有词会表现不充了哦 好是直接来听一下 两遍哦 两遍之后我等你们 词理论 来自这道理论 ¿Cuándo has vuelto? 这一天我连回到来自行训练室的 梁大人 你最好 你怎么? 你怎么 一天 我旅打在通常 我只喜欢大本 灭门 我们也喜欢一眼 太美了 ¿Y la gente? ¿Cómo es? Me gustó mucho la gente Es simpática, cordial, agradable ¿Dónde te has alojado? Estuve en dos hoteles fantásticos La verdad es que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Fuiste en avión o en tren? Fui en tren, porque me agrada viajar viendo el paisaje Es que siempre me han gustado los trenes Bueno, el viaje en tren de esta mañana me ha gustado muchísimo Me ha encantado el desayuno que nos han puesto Vamos, que tu viaje ha sido todo un éxito Indudablemente 这个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是小A老师 因为大家比较习惯我的声音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去接触 其他的外国人的发音 因为其实每一个老外 他们的发音都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多听各种不同的人讲话 是非常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听力提高的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先来听一听 这个Anita版的这一段对话 它是这么说的 ombre maria 这第一个词 ombre就是小A老师再要讲句了 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ombre的时候 我就讲了 他不能按照直白的中文意思翻译为男人 不然这个句子就不通了 男人 maria 是不是不通了 就是说hey girl 那当然在这里 其实大家如果要隐身的话 中文我们就会翻译成 hey姐妹 maria 就是很熟的意思 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这个buerto来自一栋词员形 它的现在完成式是不规则变化 看看你是否有记得 不规则的过去分词变化 borver变成了buerto 那maria就接着答了 她说esta mañana e buerto de mi viaje a granada 所以这个人答到 有没有出现小A老师 刚刚表格当中的词汇 没错了 就是esta 这个 然后加上了时间单位 那说的是什么 mañana 也就是今天上午 小A老师说 这个一般都连接 陈述时现在完成时 还是陈述时 简单过去时呢 没错 应该连接 现在完成时 看看它是不是这么连接的 它说到 e buerto 对不对 我今天早晨刚回来 从哪里回来呢 de mi viaje 从什么什么地方回来 viaje a什么什么地方 往哪里哪里去的旅行 也就是说 我刚刚从我那个 Granada这个地方 就去这个地方旅行了 刚从这一次旅行当中回来 然后那人就问了 i que tal i que tal de agustado i que tal de agustado 在这里 小A老师给大家支个招 如果前半句话 用到了陈述时 现在完成时 那么表达 评价的时候 我们也直接用陈述时 现在完成时 而如果前半句话 用到了陈述时 简单过去时呢 那当然 评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 简单过去时来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 它就回答了 getal 你喜欢吗 你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 那人答muchísimo 喜不喜欢啊 这边呢 就出现了 我们前面讲过的 绝对最高级了 有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一刻呢 马上就要即将接近尾声了 所以呢 它这边呢 就会把各种各样 我们前文提过的 各类知识点 放在一起 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一个绝对最高级 解释为 那是相当喜欢 对不对 el vernes estuve en la alhambra 这个词大家认识一下 la和alhambra 我们可以读一个音 就变成 la al 对不对 la alhambra la alhambra 那这个呢 是斯班牙非常出名的 一个宫殿啊 其实是有 阿拉伯的这个血统的啊 那至于这个 背后的故事啊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这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先不讲文化哈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这是一个宫殿啊 非常出名的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 重点是什么 el vernes 这是一个彻底过去的 时间点 所以我们要搭配的动词呢 自然就是陈述式的 简单过去时 动词原型叫做estar 然后呢 是我曾经在那儿待过 所以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就变成了estuve 周五的时候呢 我曾经在alhambra这个地方 待了一下 y me gustó mucho 现在大家讲的吗 如果本来啊 他前面讲的话 是陈述式 现在完成式 那就也搭配陈述式 现在完成式 来表达评价 那这边呢 他前面说的是 el vernes estuve 搭配的是 简单过去时 那我回答的时候呢 表示评价的时候呢 也用me gustó 看到了没有 也是简单过去时啊 我很喜欢 接着 这一句句子呢 跟我前面讲的结构 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呢 出现了这个 gustar的用法 对不对 前面是喜欢什么 这个alhambra 对不对 alhambra 是喜欢一个单数的名词 所以我们是gusto 那这里呢 喜欢的是los jardines 是一个附数的名词 所以我们的动词呢 就跟着这个主语来变 时动哦 时动结构 有没有记得 所以呢 陈述式简单过去 是第三人称附数 就是gustaron了 然后他感叹了一句说 哇 多美呀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往下 i la gente como es i la gente como es 那人呢 那边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gente这一个词呢 是一个集合名词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没有gentes 这个形式的 它的单数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翻译为 人们 人们是怎么样的呢 他说 me gustó mucho la gente es simpática cordial agradable 那他就说了 他当时的感觉 他觉得那些人怎么样 他很喜欢那些人 对不对 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s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怎么这个过去是说的好好的 突然出现了一个陈述式 现在式呢 这个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那我们说 其实好像以前在各门语言当中 都有这个讲究 对不对 我们说表示一个定律 或者说一个很久不变的真相 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用陈述式 现在式 为什么 他说那边的人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并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他就说那边的人一贯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到现在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直接用陈述式 现在式就可以了 那他呢 就给出了三个评价 分别是这样三个形容词 他说是怎么样呢 simpatica 然后呢 cordial 而且呢 agradable 这三个形容词啊 这三个呢 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宝义的形容词 那么simpatica和cordial的意思呢 其实有那么一点接近啊 simpatica 解释为怎么样 比较友好的 对不对 比较友好的 而cordial呢 我们可以翻译成比较亲切的 热情的这样的意思 其实是有点像的啊 都是宝义的 而agradable呢 解释为令人愉快的 对不对 就是当地人很热情 然后很友好 然后呢 又让你感觉很舒服 很愉快 see 那么接着问了 donde de as arrojado donde de as arrojado 这里呢 来自于动词原型 aloharse 解释为住宿 see 你住在哪里 这里是千万不能用 bivir的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去旅行 并不是生活在那里 而是仅仅住宿一下 所以我们要用专门的动词 aloharse see 住宿 那你住在哪里呢 那个人回答 estuve en dos hoteles fantasticos 那同样呢 也是已经完全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到了动词的 陈述式 简单过去时 我呆过 在哪里呆呢 在两家酒店 是怎么样的酒店呢 fantasticos 就是为棒极了的 fantasticos 就是令人很舒适的 这样的感觉啊 也是宝义词 我在这样两家酒店当中住过 la verdad es que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s la verdad es que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这个la verdad es que 大家也可以记下来 这是一个口语当中 用来表达非常真诚的感受啊 就是说实话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啊 事实是真相是 怎么样呢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我怎么样 我非常钟爱那一些酒店 对不对啊 用到了这个 en cantar 钟爱的意思啊 表示评价很高 那接着呢 那个小伙伴就接着问了 fuiste en navion o en tren si 这里问到了什么问题呢 有关交通工具的问法 所以大家也能够自然而然的得出一个结论 在我们西班牙当中 用来表示 做某一种交通工具 我们会用一个固定的前置词 也就是en来连接 给出了两个选项 是哪两种呢 你究竟是坐的avion 也就是 u 飞机 还是坐的tren qua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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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火车 si 这两个交通工具 是很常见的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他就问了 你去你是坐飞机 还是坐火车去的呢 那他就回答到了 fu en tren porque me agrada viajar viendo el paisaje si 那他回答你了 fu 我去是坐 en tren 坐火车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 me agrada viajar viendo el paisaje 在这边呢 小艾老师要补充一下 这边有几个小小的知识点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呢就是这个me agrada viajar 大家认识一下 这一个动词叫做agradar 有没有觉得和前面的agradable 有那么一点点像 有没有长得像一点 OK 那么agradar呢 是动词形式 这个动词呢 在使用的时候 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他在使用的时候啊 是和gustar的用法一样 有一种始动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呢 他像gustar一样变成了me agrada 就是为使我高兴 使我快乐 什么事情使我高兴 使我快乐呢 连接动词原型 是biajar 也就是旅行 这件事情是使我高兴 使我快乐的 怎么旅行呢 viendo el paisaje 出现了ver的 负动词形式 解释为做某事的时候 还同时伴随着 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什么 在旅行的时候 还能够看着风景 他很喜欢旅行的时候 看风景 这是使他很快乐的 然后呢 所以就是因为他怎么样 一直都很喜欢坐火车 是 其实 bueno 那么既然用到了esta semana 所以我们后面连接的都要用陈述式的 现在完成时了 他说了我非常钟爱那个 是什么东西呢 解释为早餐 怎么样的早餐呢 这边有一个小细节了 考一考大家过去分词不规则的 有没有备好哦 请问这个ambosto的动词原型 是动词原型哪一个呢 没错了 它就是动词原型boner 直把的意思是放置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什么 在火车上面人们提供的那个早餐 C 比如说有人给我们吃的那个早餐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出现esta semana 所以这一连串都使用了陈述式 现在完成时 C 好那么接着往下 vamos que du viaje a sido todo un éxito 那这里的vamos呢 直把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我们去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在口语当中啊 这个词是不会直接翻译成去 这个含义的 而是就起到一个 乘上乘下的语气词 就是好吧 嗯这样子的语气词啊 que du viaje a sido todo un éxito 那这个旅行就整个 对不对 todo啊 一整个都是一个什么 todo un éxito 大家认识一下 éxito就是为成就 成就 那所谓成就呢 就是哇 就是一个大成功啊 对不对 你整个旅行就是一个大的成就 就整个旅行都是非常成功的 各方面都很棒 OK 那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话 一个单词叫 indudablemente indudablemente 大家认识一下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毫无疑问的 在口语当中 我们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哦 当人问一问 啊 你觉得西班牙语是有用的吗 你可以告诉他 indudablemente 你们都明白了吗 说到这里 你是否能够见到 原来成熟式简单过去时 和成熟式现在完成时 就是这么简单的融合在一起了呢 你都清楚了吗 我们赶紧再去找找感觉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词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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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词词词词 词词词词词词 我跟前面有一定要許美。 原來,雪花很別的酒店. 走了你 assessment的路線。 在船拍攝,喝轄航。 我喜歡全米花的碟線, 我們喜歡トーツ行為。 永遠都感情了很多。 �ya在船上最 introduced夜。 我瞧, Marc,吃吃吃。 我們,真的送了十分便! volcano, provided. 第九 showed 8 i don't read 2 cutter человек 第十一 Echo Heyビah 回到家 回 someplace 大家都在 mir 回到 Clearly 好東西 很多 asure 很少 我去一夜 去If 你 aspic ですね ¿Cómo es? Me gustó mucho la gente Es simpática, cordial, agradable ¿Dónde te has alojado? Estuve en dos hoteles fantásticos La verdad es que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Fuiste en avión o en tren? Fui en tren, porque me agrada viajar viendo el paisaje Es que siempre me han gustado los trenes Bueno, el viaje en tren de esta mañana me ha gustado muchísimo Me ha encantado el desayuno que nos han puesto Vamos, que tu viaje ha sido todo un éxito Indudablemente Lección 8, ámbito 2, ejercicio 16 Hombre María, ¿cuándo has vuelto? Esta mañana he vuelto de mi viaje a Granada ¿Y qué tal? ¿Te ha gustado? Muchísimo El viernes estuve en la Alhambra y me gustó mucho También me gustaron los jardines, qué bonitos ¿Y la gente? ¿Cómo es? Me gustó mucho la gente Es simpática, cordial, agradable ¿Dónde te has alojado? Estuve en dos hoteles fantásticos La verdad es que me han encantado los hoteles ¿Fuiste en avión o en tren? Fui en tren Porque me agrada viajar viendo el paisaje Es que siempre me han gustado los trenes Bueno, el viaje en tren de esta mañana me ha gustado muchísimo Me ha encantado el desayuno que nos han puesto Vamos, que tu viaje ha sido todo un éxito Indudablemente Que les has alojado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书上第169页的第14个练习 这边有四组单词 对不对 他们说啊 这每一组当中有一个单词 是和这个组员不匹配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认识一下他们 首先第一组呢 你打告诉大家 那个不匹配的人啊 除外其他这一组当中 所有的词都是用来表示交通工具的 那我们赶紧一起来认识一下 Glen解释为火车 这个肯定是属于的 我们前面就见到他了 Vargo认识一下 解释为轮船 坐船 Vargo 也是Embargo 接着呢 Coché 可是呢 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对不对 小汽车 然后Avion 坐飞机 Auto Bus 解释为公共汽车 最后一个单词 Terminal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也知道 能够把它排除出来 肯定不是交通工具了 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就解释为航站楼 有没有跟英文长得很像 什么一号航站楼 二号航站楼 这种感觉 有没有 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二组词 那大家要解释一下 就是在这第二组词当中呢 大部分人都是用来表示 一个职业的 就是做某一个职业 做某一种工作的人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个 Revisor Revisor 这个职业呢 一般会出现在 火车上 叫做检票员 即检票员 那飞机上空姐 就直接是检票员了 对不对 Revisor 在我旁边一个叫 Conductor Conductor 如果我们是坐长途汽车的话呢 它就非常重要了 叫做司机 司机 就是开车的人 OK 好 那再往旁边一个Alas 我们先跳过啊 再来旁边有一个叫 Asafata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在飞机上检票的就是 空姐 Asafata 以及最后一个单词 叫Biloto Biloto 那这个呢 就是天上的飞行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开飞机的人 当中跳过的那个Alas 自然是要被排除掉的 那我们也得认识一下它嘛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Alas 就是为翅膀 飞机的翅膀 我们叫Alas 或者我们平时爱吃的鸡翅 也可以叫Alas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接着往下 第三组 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三组这边出现的 又都是一些什么呢 小艾老师也先提示一下 在这第三组当中啊 大部分出现的呀 都是一些表示地方的词汇 哦 不对不对 小艾老师说的不够精准 其实这边出现的所有的呢 都是用来表示地方的词汇 啊 那怎么去区分它们究竟 有哪一个是不合群的呢 别着急 跟我一起来理解一下 它们的意思 说不定你就有感觉咯 第一个单词叫Arsen 这个词Arsen 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一般呢 可以解释为船的 按 靠岸 那个单词啊 Arsen 靠岸 岸边 接着呢 Audovista 这个单词呢 是城市当中很常见的 叫做高速公路 对不对 Audovista 接着呢 Muede Muede 大家认识一下 解释为码头 Si 码头 然后呢 Aparcamiento Aparcamiento 就是为停车场 以及最后一个看似 很常有复杂的单词 好 我们认识一下就好了 Vista 就是为跑道 Si 跑道 那什么的跑道呢 叫做Aterrizaje 也就是降落的跑道 也就是飞机降落的那个跑道 那大家认为一下 究竟哪一个人比较不合群了呢 嗯 没错了 特别不合群的人呢 就是那个Audovista 为什么呀 因为其他的那些呀 都是表示各类交通工具 要回去的 要降落的 要靠港的地方 对不对 那只有我们这一个Audovista 我们说是在行驶途中的 有没有高速公路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呢 他是不合群的孩子 加油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组了 来跟安妮大一起认识一下吧 叫做Bilodar Bilodar 来 Bilodar 有没有跟前面某一个职业很像 叫做Biloto的单词 有没有很像啊 没错了 就是飞行员 对不对 所以大家猜一猜 Biloto解释为飞行员 那你们觉得Bilodar 解释为什么 没错 那自然就解释为飞行 对不对 那这个飞行 不是说你自己在天上飞啊 而是指什么 驾驶飞机 对不对 驾驶飞机 或者呢 我们还可以说给飞机领航 其实呢 我们在开飞机的人 除了要开飞机之外 最主要的是要找到航线 对不对 找到航路啊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哎 我在这里插播一个 我我自己觉得好像很扭气的 小小的常识啊 原来飞机真的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呃 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那个飞行员要操作的步骤 比较多 在真的飞行途中呢 他们其实操作的不太多啊 这个呃 有没有求证 这个我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啊 但是据说是这个样子啊 好了 那我不多啰嗦了 接着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词 叫做Arangar Sí Arangar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叫做启动 比如说我们开车啊 或者某一辆什么东西准备好了 我们要出发 这个车车辆要启动了 那我们就会开动了 火车开动 我们都会用这个词Arangar Sí 接着往下呢 叫做Navegar Navegar 这个词呢 就跟船有关了 就是为船的航行 Sí Navegar 最后呢 Conducir Conducir 有没有觉得它和前面那个名词 Conduktor 长得又很像亲兄弟啊 没错 Conduktor是驾驶员 那么的Conducir呢 就是动词形式 驾驶 这个单词不是我们现在学到 以前就见过的 对不对 那还讲过它的辩位呢 有没有印象 最后呢 最后有一个叫Revisal Revisal 没错 Revisal也跟前面的名词 Revisal很像 那Revisal是检票员 Revisal呢 就是检查检阅的意思了 那你发觉谁是最不合群的呢 没错了 其他的呢 都是用来表示 对于交通工具的驾驶和掌控的 只有这最后一个Revisal 不一样哦 你明白了吗 看完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 了解完了 有关于出行的时候 遇到的各种职业的人 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小艾老师在这里 又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一张表格 是有关于目的地啦 出发地啦 交通工具啦 然后行李啦 日期啦 等等一些名词的啊 大家也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如果将来我们要填写一张表格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这个名词 就应该能够填出信息了呢 第一个单词叫做salida 它来自于动词原型salid 是不是有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 那salid是出发离开salida 虽然呢 就会翻译跟出发有关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小艾老师要强调一下啊 那我们一般呢 这个salida会翻译成 就是你出发的一个时间 或者出发的一个具体的日期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再来呢 对应的jegar是到达 那jegada呢 自然也就是到达的名词形式了啊 这个我就不啰嗦了 接着呢 就有一个名词叫做destino destino 这个词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就是为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啊 这个词还是很好用的 认识就好 接着呢 叫做transporte transport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交通啊 如果我们要把它说完整一点 交通工具呢 其实应该叫做medio de transporte 但是因为在填表格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写那个 越简单越好的单词嘛 你在这边你不写medio 不写那个工具的 人家也知道交通 指的是交通工具 see 好 那接着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做fecha 这是旅行的日期啊 fecha 然后fecha有了 我们还会要具体到终点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hora 这个单词 也就是具体的时间点 hora see 接着呢 我们来聊聊跟行李有关的 那行李的总称叫做egibaje egibaje 安大安大 不是有行李叫maleta嘛 没错 但是maleta 其实只是行李的一种 为什么呢 maleta指的是行李箱 那种手提箱子 对不对 而我们的mochila 还有一个词 mochila 就是为双肩背包 双肩的背包 以及我们平时 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如果去一些近郊 我们会用的borsa 也就是一般的包包手带 这样的意思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最后呢 还有几个词 blan de viaje blan de viaje 如果我们想要去旅行的话 应该先需要 hacerblan de viaje 对不对 做一个旅行的计划 see 那旅行的计划当中 应该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当然需要包含 你要去的combras 也就是说 你要去做的采购 combras呢 是一个名词啊 如果我们要说 我做购物 叫做hacercombras 或者用去这个动词 那就叫 ir decombras 不要忘记咯 ir就要加deo hacer直接用 si 那接着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词 叫做observaciones 叫做observaciones 这个词呢 来自于动词observar 直把的意思呢 是观察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observaciones 做名词 你们觉得应该翻译成什么呢 比较合适呢 那有的同学就告诉我了 安打安打 我知道我知道 动词observar 是观察的意思 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observaciones 就是观察的名词了 长得一样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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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然可是不行的哟 在这里呢 小艾老师要特别的解说一下 嗯没错 虽然它和我们的动词observar 的确是很像 但在此时此刻 它可不解说为观察的意思哦 在这里呢 它解说为批注 比如大家旅行当中的 所见所闻呀 随行的感想呀 包括一些攻略呀 别人的意见呀等等 我们都可以写在旁边 那就叫批注啊 注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得清楚了吗 说到这里呢 有关于旅行的一些 常见的词汇 都已经补充完了 回家要好好背哦 加油啦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文化赏西 在小艾老师的课堂当中 上天入地 五花八门 各种新奇 一定是保留曲目 那我们有聊过 马德里 巴塞伦 塞维利亚 马拉加 托雷多 瓦伦西 说起西班牙 你脑海中跳出的是哪几座城市呢 对于我刚刚提到的这几座 你拥有着如何的认识和概念呢 是海滩 是艺术 是建筑 是斗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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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对 今天的关键词是番茄 没错 正是番茄 叫做domate 今天的文化赏西呢 就是闻起来清新的 看起来血腥的 巴塞伦的番茄大战 那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也有所二文吧 在西班牙的瓦伦西啊 就是这个西红市节 那其实呢 这个节日啊 早在1945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 我们就会进行这样一个番茄大战 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啊 可会是相当高的 据传说 有一天 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小乐队 从市中心吹着喇叭招摇过市 然后领头人呢 更是将喇叭撬到了天上 这个时候啊 一个年轻人突发奇想 就想抓起西红柿 往那个喇叭桶里面扔啊 然后呢 就大家就鄙视一下 看谁能够扔准 对不对 那就这样 我们的番茄大战就由此而来了 那在西班牙呢 番茄大战 其实办的最出名的呢 应该是瓦伦西亚的一个小镇 叫做布尼尔 布尼尔尔这个小镇 那当地居民呢 会一道和游人一起庆祝 这个别具特色的节日 在这里啊 西红柿给人们带来的 可不仅仅是分收的喜悦 那还有狂欢带来的快乐啊 那在那里呢 举办方都会建议参赛的人啊 戴上护目镜 穿上可以用过就扔的就衣服 大家知道这个番茄字 其实也不是好洗的啊 随着五辆大卡车 他们会将一把二十吨的番茄 倾倒在地上 然后呢 成千上万的战士们 他们就会抓起这些熟透的红色果实 向敌军开炮啊 投掷 砸到他们的身上 脸上 接到呢 就不一会儿就会成为一片红色果酱的海洋 闻着都是很清新的味道呢 如果爱番茄的你 一定会非常想要参与一把吧 所有的人浑身上下 全部都糊满了番茄汁 随着一个阳台上发出的火箭信号呢 这样番茄大战才会宣告结束哦 那么当然了 政府为了考虑这个各种情况 还设立了非常人性化的 可以移动式的领域设备 并且呢 会打开那个消防栓的水龙头 以便呢 浑身黏黏糊糊的参赛者们 可以清洗干净 而紧接着呢 市民和志愿者们呢 就会参与到打扫当中去了 就会将满是血红色的街道啊 打扫和冲洗干净 那这个番茄大战呢 2000年的时候 已经被列为 西班牙国家文化遗产哦 哇哦 怎么样 小艾老师每一次介绍 西红柿大战的时候 我都非常激动 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他们 然后越越欲试一番呢 我觉得我也一定 砸得非常准 你们说呢 说到这里 大家说这西红柿大战 这个稍微砸一下 你说这个皮肤 会不会特别光滑 特别好呀 好像我想多了 好 那我们先到这里吧 Adió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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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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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